疯狂,晋级世界杯决赛太激动,这位克罗地亚球员,差点上演落分,北京时间7月12日,世界杯半决赛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,克罗地亚在落后一球的情况下,顽强比赛,最终在加实赛中完成绝杀,以2比1逆转淘汰英格兰队,这只人口不到420万的国家在世界杯上创造奇迹, 而打进决赛,也是克罗地亚史上最佳战绩,事实上,本场比赛前,英格兰被更多球迷看好,克罗地亚经过几场加实赛比拼,身体状态极为疲乏,本场比赛也得到验证,多名克罗地亚球员出现体力不支的状况,但即便是一拳一拐的,曼朱基奇最后是克也咬进牙关,打进决杀英格兰的一力进球,晋级世界杯决赛后, 克罗地亚球员疯狂庆祝,这一刻他们拥抱属于自己的胜利,他们的坚持与顽强完全配得上这样的荣耀时刻, 而在庆祝球员当中,一位球员非常抢眼,他就是拉基地奇,因为太激动,他拖得只剩下一条内裤,差点就在球场上上演洛奔时刻, 据了解在比赛结束后,拉基地奇脱下了他全身所有的装备,除了内裤外,他将球衣,球啊,球鞋,护腿板等装备,全部送给了现场的克罗地亚球迷, 只留下一条遮羞布,球迷表示拉基地奇是一个充满真性型的好球员,虽然本场比赛没有取得进球,但拉基地奇在比赛中的拼搏表现依旧非常完美, 他与莫德里奇的中场组合本界世界杯上表现出色,拉基地奇在本界世界杯上有着不错的表现, 他在两场点球大战中均帮助球队稳稳罚中关键进球,他用自己的正能量影响着队友,拉基地奇曾表示, 莫德里奇拯救了我们太多,我们是时候做出回报了,如今在晋级决赛后,拉基地奇拖得只剩下一条内裤,将其他装备全部送给球迷,这样的球员真的是不要太可爱, 但是在比赛中拥到 castle的时候,我们有点困难, 我们拍照的表现出质交钱,如此在溫度的表现出色, 对我们拍照的外表现出色 它们是很明显的火箱拥的可爱与 explains,